Burgunders 大家好,我是二名 哦,不是二名,我是另一个她 她太累了,睡着了 所以今天这一期的美食视频我来代劳 我跟她相处了有几十年了 对她较了解 孩子是好孩子 挺不容易的 真的除了帅 一无是处 对了 他还有一话 不好意思跟你们讲 就是说 本期如果点灯过万 这就安排大龙虾 所以大家多多支持 我代他谢谢你们 我先换身行头 哈喽大家好 我是二明 不是 我不是二明 我是另一个他 今天我只是过来 代班 有拍的不好的 请大家 今天要做的就是这个 我也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 大家看一下 新疆特色美食 炒米粉 看看它这个图片 挺有食欲的 看到没有 那么咱们废话少说 开始制作 两包粉 一包酱料 一包甘蕉椒 还有一包芝麻 米粉冷水下温 所以开后煮10分钟左右 煮好的米粉捞出 放入冷水中 写淀粉 浆粉 配菜 请再火热上 打 打 打 你买小葱了 下楼买点小葱 我这雨下的 锅热后倒入油 倒入配茶 倒入面乳香药 我去 我搞出步骤了 应该先放菜 哎 无所谓 就这样来吧 打 少量子 又忘记放辣椒了 今天操作上有点失误 毕竟 我不是他 没他那么专业 进来 翻炒 烧根 即可出锅小鸟 一月 这个颜色倒不是很红 但不热也多辣 够劲 哇 这个粉稍微煮一点过 不过还可以 这时候我知道 一般以他的拍摄习惯 以你们的观看习惯 要脆久了 所以今天要给他做煮了 吃新料米饰 一定要配 多明大不熟 好像以他的习惯 一上来就要跟大家 敬三杯酒 今天我带他 好久了 新疆炒米饰 配新疆的多明大不熟 可以啊 不然是否真不能洗 这份煮的稍微有点过 味道满了 它上面写着爆啊 很能承受 一般我能承受 你们一个也没问题 说到这个新疆美食 还有菌 不是一个 好几个把葡萄吃到成 哈密瓜吃到成 大风牵着撸到成 吃了差不多有三分之二 实在吃不动 又辣又成 一会咱们用这杯酒来做结尾哈 我上期刚讲的 不是 他上期刚讲 就做什么事啊 包括你吃东西要控制 要稍微控制 但是我今天没控制得住 因为这个还挺好吃的 就是有点辣 这个粉煮得稍微有点过 火候没把握 就好像我想把它给煮好 心事往好的那方面去想 但先弄起来差那么一点 OK 下面结尾哈 哇 那我的视频拍到下面差不多结束了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 评论 好吧 下期再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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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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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